大家不要讲话 二十六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报媒体集团Star Media Group最新推出的Star B7工商周报内容丰富精彩 不但有全面且及时的工商 金融 房地产和时尚生活内容 也涵盖了马来西亚市场各大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动态报道 我们留意到市场的需求 发现很多人在寻求更多更深入的商业见解的读物 一次我们就创了这个Star B7给读者们一个更好的选择 Star B7内的很多文章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各大主要行业的知名专业人士和专家 这些经营多元的观点 让Star B7能够以更客观的角度 登入探讨商业活动 金融和房地产领域 以及时尚生活 帮助读者们做出更好更明确的决策 马上浏览Star B7.com.my slash connect 索取三个月免费电子报 Star B7您的首选工商周报 由新报媒体集团Star Meter Group出版 看到了吗 刚刚的影片 刚刚的视频 就是我们新报集团旗下的一个非常棒的商业周刊 是的 因为呢 我觉得像我这种经济小牌 想要了解商业资讯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杂志就非常适合作为我了解相关资讯的一个管道啦 是 因为是每个星期都有嘛 所以可能就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不同的主题 是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这种年轻世代 要具备一些比较专业的相关行业的资讯跟消息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要通过一个比较正规的渠道去获取 才比较不容易受骗啦 是 当然 我觉得是很多的专业团队都在筹备 这一个非常特别的周刊 因为每个星期就有嘛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上经济的朋友啊 想要往这方面发展的朋友 推荐给他们 真的真的 因为好像我自己本身之前 是理科班 所以在经济方面相关的知识 那你还说你是小白 对啊 我是理科班 所以我想要可能了解一些经济方面的知识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Starbiz是蛮适合的 当然因为你现在有一个福利 就是因为你是Star集团的算是一个成员啦 所以像是外面也是有一本可以让你看看 那个内容适合的话可以买回去看 对 那如果面对我同样问题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是去买一份相关的这个资讯杂志来看看 来补充跟了解一下啦 等一下我们新闻线的内容呢 也会跟你说很多有关这个杂志的相关内容 诶 看到Niklus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诶 不是Niklus 看到 什么东西 好 我们还有四秒 诶 这么快哦 好吧 回来 988新闻线 哈喽 你好 我是舒婷 哈喽 你好 我是伊康 来到了2024年的第三天 同样今天是星期三哦 所以就要跟大家update一下今天的邮价 到底这个星期的邮价的走势是怎样的呢 是的 那今天RUN97呢 是报三令吉47仙 然后RUN95呢 是报两令吉05仙 然后才有Decel呢 是报二令吉15仙 新闻出现 冰城治水碰上了考试周 各方都要求冰城供水机构出面交代 不爱要求重组JCOM换领导 而法米是认同的说会改革 经济部长拉菲兹说 帕独已经修复好了相关的漏洞 同事部长法米说 内阁是抑决了不会暂停这项计划 王建民拿了很多的证据去证明 帕独很多漏洞 同时促请应该要暂停注册了 帕独系统在昨天推介之后呢 就看到网上很多人投诉 很多的问题啊 很多的漏洞啊 像是我们在新闻线 有人说是收不到OTP的 那万一前国会议员王建民 他就揭露了另外一个漏洞 他说呢 只要有一个人 他拥有其他人的大马卡 或者是相关地址的信息 就可以为这个人注册帕独的账户 甚至是更改他们的资料了 这是王建民呢 他亲自实验的一个结果 他发文说 帕独系统是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问题 他说他可以为四名的行动党 正副部长进行注册 这四个人呢 就是青年集体育部长杨巧双 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 投资贸易企工业部副部长刘震东 还有就是通讯部的副部长张念群 他说呢 他为这四个人注册了 所以导致这四个人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开设账号 那他说呢 他甚至可以在不需要通过身份证的验证 EKYC之下 就可以更改杨巧双的学历和职业了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需要解决啊 是的 王建民也说 他希望帕独呢 能够成功启动 帮助政府制定更有效的针对式补贴 但遗憾的是啊 他认为目前的帕独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 首先 他认为民众如果不符合援助资格 他们就不会在帕独填写准确的信息 那再来帕独里面有很多的资料都没有填写 他认为资料 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早就要包含税收局 公积金局 涉嫌机构等等的各单位数据 他就问说 如果民众所提供的信息和帕独数据库当中的信息不同 那帕独要如何验证呢 所以王建民就强烈建议政府暂停让民众注册帕独系统 一直到安全问题解决为止 同时应该要减少需要填写的那些信息数量 是安全问题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呢 他侵犯的是个人隐私 那另外呢 马华的副总会长陈德钦 他其实也炮轰经济部长拉斐兹 他说帕独并没有保安的措施啊 也为诈骗集团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因为呢 只要有心人 他掌握到其中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 就可以换他们的帕独系统内的密码和资料了 这就等于是把人民的资料暴露在被盗用的风险当中 所以他就觉得 那些已经注册资料的人怎么办呢 他也呼吁拉斐兹应该要马上终止帕独系统了 是的 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 你有没有在注册帕独的时候 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 因为呢 陆续就有网民反映说 他们发现了多个漏洞 包括了允许第三方使用身份证号码 应用程式界面API 修改数据库用户的密码 有一名网民呢 甚至上传两张照片 显示呢 在后台的编程页面 就找到能够修改密码的这个漏洞了 看来呢 真的很多人去抨击这个系统 当然经济部也听到了网民 还有各方的声音了 经济部长拉斐兹也亲自上火线表明 技术团队已经马上采取行动 修复了系统的漏洞 还有问题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 可以通过身份证 来轻易在系统修改 其他人的密码的这个漏洞 而且呢 他说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是收到这个投报的一小时内 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也补充 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号码 他可以给多个账户使用 所以有这个漏洞 他补充哦 一个号码确实是可以 用最多五次的注册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那些 没有手机的长辈的家庭成员 让他们也注册 无论如何 他是鼓励了 每一位家庭成员 都可以一起去核实相关的资料 是的 那拉斐兹也提到说 目前帕独的注册用户 已经超过了23万3000人 其中有118,115人 是完成了EKYC的身份验证的注册 王建民不是有提到说 帕独的另一个问题吗 就是可以在不需要通过 身份验证EKYC下 能够更改他人的信息 对此 拉斐兹就强调说 注册帕独是需要进行 身份验证EKYC的 也就是上传自拍照 和身份证的流程之后 才算是真正完成注册 和提交资料 拉斐兹也提醒说 如果你的账号被别人注册的话 可以通过线上服务 呼叫中心 或者实体柜台来进行投诉 最后他也强调说 所有政府数据的完整信息 不会完整展示给用户 尤其是涉及敏感信息的收入 和雇员工基金 那不管怎么样了 拉斐兹在明天傍晚5点30分 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一回应所有的帕独相关争议 所以难怪你在点选帕独里面 要填写资料的话 会发现有些数据是不完整的 你需要去填写 这也是因为帕独是需要 避免你的信息泄露出去 虽然不知道拉斐兹明天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宣布 不过通讯部长法米 他表明内阁不会暂时搁置 这个帕独系统 他是照跑的 因为系统所出现的问题 也已经解决了 他相信经济部长 还有他的团队 会持续关注帕独的相关课题 而当然首相安华 今天也有位帕独护航 他说政府所推荐的帕独系统 是可以消除国内的赤贫问题 他在脸书呼吁所有18岁以上的民众 到帕独的网站登记 还有更新个人资料 记得拉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尾 都可以到帕独系统去登记跟注册的 是的 那其实帕独有它的实际功效 马来西亚银行投资研究 就在分析报告当中指出 帕独整合了来自不同部门 联邦机构 州政府 还有法定机构的社会经济数据 可以优化针对式补贴 还有社会援助 另外马银行投行研究就认为 在推出帕独之后 政府可能会终止对基本食品的补贴 并以额外的现金援助 或者财政措施来进行相关的补贴 此外该行也预计说 政府将会循序渐进的 合理化汽油补贴机制 而今年的软油补贴预计 预计将会减少60亿令吉 主要的这个帕独政策 就是希望可以合理化的 去进行这个针对式补贴 让真正有需要的人获得补贴 好了 如果你是想要了解 帕独的资讯的话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商业 经济资讯 可以阅读 STAR B7了 如果你是有收看我们的 这个视频版的话 就是我们的Live视频的话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介绍这个杂志了 新报媒体集团 STAR Media Group 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 就推出了工商周报 STAR B7 它是每个星期六出版的 然后内容就有工商 金融 房地产 生活时尚等等 每个星期一 可以到7-11的商店购买 虽然STAR B7是工商周报 但是它的内容 除了有工商领域之外 也汇集了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那些焦点人物 对于最新消息的一些 精辟的观点 涵盖了本地市场 各行各业 还有新兴领域的一些资讯了 是的 而且这份杂志的卖点 就是说 它以独特的视角 深入挖掘 具备社会价值的新闻话题 例如说 还有一些特别报道 就为读者提供最优质的资讯 而好消息是 目前提供了 免费订阅电子报 STAR B7 三个月 你可以通过 STAR B7.com.my 来了解更多订阅的相关详情 今天的新闻线一整段 其实都有跟大家聊到 趴路系统相关的课题 那你认为 到底是不是需要暂停 让民众注册趴路系统呢 是的 你可以现在呢 就到988的官方脸书 来做这个投票 你可以reer wow来表示需要 并且呢 直到问题解决民众恢复信心 才给它重新开启 或者说 你也可以reer 哈哈表示不需要暂停 因为系统很顺利 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那如果你是已经登记了 注册了 也可以告诉我们 你的想法跟看法哦 回来之后 同样的要跟你关注 政坛的消息 是的 那就是有关于 一拜行动 回来我们再聊吧 来听这一首 许子墨的歌 花步语 的歌 好 我来看看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什么留言 哦 有人已经跟我们呼吁了免费订阅三个月啊 赶紧的 没错 我们也是有电子的这个报 这个周刊 也是可以让你们去订阅的 对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看到最新的呢 真的吗 它好像有点延迟 可以了 我看到了我的 这个是新的 哦 有人遇到的问题是 section 4那边 家庭成员的地位 他选择自己是成员的一份子 不是家庭之主 结果就一直pending着 ok 据我所知道的是 一定要是家庭之主 他先核实了他的资料之后 然后再让其他的家庭成员去核实 所以说是家庭之主 需要先注册pado系统 对 据我所知应该是这样 然后其他人才能够注册说是家庭成员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人是主要的嘛 他可能填写的一些系统就要看你去核实 看看是不是对的 是 那其实pado系统 我自己昨天是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注册 但是还没有完成ekyc的验证 所以其实还不算是成功的把它完成完整的注册 整个程序 所以要等到ekyc确认之后 你才算是完整的注册 对 因为那个ekyc的过程是需要自拍 对对对 所以目前还没有到那个步骤 所以可能接下来再处理一下 才会发现到有更多的可能一些问题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你们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 也可以反映出来 如果你的资料是被人用的话 记得一定要去投报 然后跟当局去表明 是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你对pado的看法呢 就是还不够这个让你放心去使用的话 或者是你觉得很顺利啊 你都可以到988的这个脸书贴文去做投票了 因为我们在刚刚两个小时之前就发布了这个贴文 你可以去表达一下 留下你的看法跟你的投票 是啊 我们连续讲了这么多天 不知道你对pado系统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今年开年第一天就问 你们对pado系统有了解吗 结果有高达60%以上的人都觉得 不懂是什么来的 所以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让大家去 关注一下政府最近发布的这些相关的措施 尤其是我觉得是攸关我们每个人的福利 对毕竟我们要注册这个系统之后 才能够拿到之后相关的针对式补贴嘛 对如果你是需要的话呢 更需要去注册啦 你也可以帮你的家人去注册 一个号码可以帮五个人 就可以注册五次 如果你家庭成员 总之18岁以上的人都要注册 如果你家里面有长辈的话呢 他们也是要注册的 哎 好 回来我们就聊政坛吧 是的 我们差不多还有一个 7秒 嗯 来 988新闻线 许子卫的花步雨 你好我是舒婷 你好我是一康 来聊聊政坛的课题好了 那社区传播局JCOM早前不是揭露有迪拜行动吗 结果就掀起了政坛的热议 在政坛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但是揭露迪拜行动的社区传播局 反而遭到了执政党领袖的质疑和指责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巫统最高理事不爱 他就质疑 JCOM的副总监伊斯麦有所挑起了迪拜行动的课题 他质疑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他认为伊斯麦有所的分析很肤浅啊 而且呢 执政党里面是有很多的领袖的名字是被提到的 导致政府只能够陷入被动的防御 他说JCOM自从发声 前总监阿古斯卷入了一种猥亵的对话事件 形象已经逐渐了下滑 所以呢 他认为JCOM是时候要重组还有重塑品牌 也要交由更有能力的人来领导JCOM了 是的 虽然不爱没有说 谁是有能力领导社区传播局的人 不过啊 不爱呢 的确跟社区传播局还真的有一些渊源 社区传播局JCOM的前身 就是特别事务局JASA 那JASA在早期 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呢 就成立了在国阵政府时期 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替政府从事政治宣传 但是啊 在野党一直指责JASA 是国阵利用公款来自我宣传 还有不断的抹黑在野党 还成立了网络军团来攻击在野党 其中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 也就是纳吉担任首相的这段期间 不爱就是JASA的局长 那根据资料呢 国阵在2017年和2018年期间 播出高额的款项给特别事务局 那JASA局长当时的月薪啊 甚至高过了部长 不过呢 西蒙2018年上台之后呢 就关闭了这个特别事务局 那随后呢 国盟政府又恢复了特别事务局 就是JASA 然后改名为现在我们看到的JCOM了 那说到JCOM虽然说 针对不爱的这个建议要重组嘛 团结政府 他的发言人兼通讯部长法米就说 他也认为确实是需要对JCOM进行改革了 他说早在迪拜行动的课题发酵之前 就已经计划要检讨JCOM的功能 但是目前他没有任何的宣布 是的 但是话说回来啊 虽然说JCOM揭露迪拜行动 招惹了一些批评 但是多位国阵领袖都指出 迪拜行动不是无中生有 早前国阵主席阿末扎西就曾经揭露 国门某些关键人物 确实联系了几名国阵的国会议员 巫统最高理事阿末马斯兰就承认了 阿末扎西所说的是事实 他说这是因为国阵的国会议员 在第14届全国大选之后 对党出现了不忠诚 因此呢 在获得沙拉越和沙巴政党支持的计划 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 这些人就成为了某些反对党 想要拉拢的目标 OK看到这边有人说 迪拜行动确实是有迹可循 确实是存在 但是另一边乡呢 又有人说迪拜行动是自虚乌有 是没有的事情 那说的呢就是斗士党前首领主席马祖基 他说呢 迪拜行动是团结政府 无中生有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是故意夸大的 主要是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来掩盖政府的各种问题 他甚至调侃说 反对党如果真的是要推翻政府的话 其实只需要妈妈当行动就好了 就不用飞到迪拜那么远 那马祖基呢 也为前首相敦马哈迪辩护 他说呢 敦马是没有参与迪拜行动的 因为马哈迪在过去几个星期 都没有出国 最近一次他出国呢 不是出国 是出远门 其实就在上个星期 就是前往部落交椅 是的 那到底迪拜行动 会不会影响到团结政府的政权呢 其实还不得而知的 但是没有水源 就肯定会影响人民的生计 真的 槟城呢 将会从1月10号到14号治水 刚好碰上了考试周 让许多家长想要逃离槟城 却逃离不了 因为呢 孩子要应付考试 所以只能够选择 住在酒店 或者储存更多的水来应对 根据了解啊 不少人呢 就为了在大治水期间逃离槟城 选择包车到邻近的地点旅游 例如说泰国的南部和爱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等等的 部分的旅游公司负责人 在接受访问时就指出 他们是有接获不少订机票 还有订酒店的要求 尤其是那些不受治水影响的酒店 但是现在呢都已经爆满了 就像你说的 有些孩子要考试的话 就没有办法逃离了 那其实呢 槟城人现在即将要面对 这个水工问题嘛 但是看到有关当局 还没有出面去做更好的解释 跟有一些声明 行动党日落动区国会议员雷尔 他促请兵州供水机构 PBA的非执行董事 古威纳拉组出来面对民众 雷尔发布的文告也说 古威纳拉组呢 每个月领取了太多的这个津贴 但是在槟城人民面对水工问题的时候 却视而不见 其中呢这些津贴就包括了 47,600令吉的特殊功能津贴 还有就是1000令吉的行政费用 300令吉的会议津贴等等 所以他觉得是时候出来交代了 是的 那除了古威纳拉组 宾州民政党的主席胡洞强 也点名了多位宾州的西蒙议员 因为有关人士 也是宾州供水机构的董事 这就包括了第一副首长 莫哈默阿都哈密 第二副首长加日欣 行政议员在里尔 州议员郑来欣 还有州议员陈慧平等等 他也出请宾州政府 公布宾州供水机构PBA主席 曹关佑 还有所有非执行董事 所领取的每个月的津贴 让一切都摊在阳光底下 让人民知道他们拿了多少钱 是还是要提醒宾州的朋友了 1月10号开始 如果受影响的话 记得要除水 好了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看到国产车制造商Proton 在2023年实现了 他们连续第5年的销量增长 也就是说很多人也有买Proton了 国内核出口的总销量 是达到154,611辆 这个数字是比2022年的时候 增长了9.3% 也是2012年以来的 最强劲的销量表现了 而2023年看到 这个汽车的总销量 是79万4948令吉 就是全马的汽车总销量 但是Proton市场的份额 就预料是占了19.4%的 是的那Proton的销量 的确还卖得不错 但也正有可能是因为 汽车销量还卖得蛮好的 大家都用私家车 所以塞车的问题很难解决 道路安全研究专家 刘德华就预计说 今年国内塞车的情况 将会令人更加头痛 尤其是新车辆注册持续增加 这将会是2024年 巴生谷道路和主要高速公路交通阻塞 近乎倾向于恶化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呢 根据德萨的报道 交通拥堵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还没有优化的交通流 还有基础设施的限制 他说虽然改善公共交通的努力 进行当中 但是呢 这些改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看到效果 是不知道你自己本身 怎么去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 可能就是要避开高峰期的 时段驾车了 那政府除了要改善这个公共交通 刚刚提到可以解决交通问题的 一个方式之外呢 其实也在为人民的健康 谋取福祉 是的 卫生部在全国各地 其实有设立大约30间的健康中心 去推行国民体重管理计划 来帮助全国的民众减肥瘦身的 降低大马的这个肥胖率的问题 而且重点是 这些中心呢 它没有收取费用的 你可以免费使用他们的健身器材 还可以透过免费的咨询 来制定你的营养餐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去到卫生部的官网去了解 那这个国民体重管理计划 也包括了心灵的咨询服务 戒烟服务 辅导服务 来纠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 不从健康中心的协调员哈基姆 他接受新州日报的访问时有说 当然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有多余的钱来锻炼身体的 所以这个计划呢 就恰好可以帮助一些B40群体 来锻炼他们的身体呀 或者是帮助他们的心灵健康 得到改善等等 是的 那除了这些运动啊 我们在食物方面呢 也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呢 食物也是维持健康的 其中一个关键 那根据调查显示 随着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家长啊 碍于经济压力 会选择保存期比较长的加工食品 让孩童来果腹 是大马的世界宣民会 在国内人民组务 进行的基线调查就显示 55名孩童当中就有20%体重过轻 29.1%超重 这就意味着接近一半的孩子 都面对营养失衡的情况 因此当局呢 在2016年就推出了 Eat Right to Play Right 对低收入群体的家长 进行处义培训活动 还有备餐课程 提升父母对营养膳食的知识 方便他们热后呢 购买到即便是想像罐头食品 也能够亨调出有营养的一餐 不管是过胖或者是过瘦 其实都是不健康的 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本书 它是专门收录 只有大马华人才听得懂的华语 比如说这样子 个车 等等 这些字呢 其实都有收录在这本书 而且这本书呢 在今年2月就会满出版两周年了 那就是马来西亚 华语特有词语词典 没说这是词典哦 而词典的这个编写人王小梅教授 他有说呢 他是用了10年的时间来编写的 每个词汇都是活灵活现 表现出了各种 我们在大马生活的一些柴米油盐中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词语 是大家都很愿意去说的一些中文 那这样的一些特色中文呢 就让语言有了感情 有了温度 有了身份认同 也体现了从生活而来的这个语言结晶了 是的 黄小梅也指出说 从学术界来看呢 这本词典已经为大马华语做了一件值得的事情 也就是大马华语在学术界是有地位的 我觉得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些特色 你知道我之前在这个台湾念书的时候 我是做餐饮业的嘛 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怎么说 我就说水草水草 水草 然后正确的话也是吸管 所以可能之后有需要到外国留学的朋友 可以用这本书 分一本 然后给当地的朋友看 我们的华语就是这样讲的 好的 今天的现在问呢 要问你跟帕路相关的课题 你认为需要暂停让民众注册帕路系统吗 是的 那根据我们脸书 988的官方脸书的一个数据就显示说 超过94%的民众是认为需要暂停的 直到问题解决 让民众恢复信心 当然只有6%的人认为说不需要 系统很顺利 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好了明天呢 我们的这个拉斐兹就会宣布 有关于这个系统相关的一些课题了 所以明天5点呢 他就会有记者会 而我们新闻线呢 也会跟进相关的内容 我是舒婷 我是易康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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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